早上去睡吧 好, 昨天都兩個人說話 這麼遠沒有聽到? 太好了, 我跟媽媽說什麼 你等一下就去打架了吧 你姨姨挺厲害的 你們習慣了吧 我小時候眼睛生病, 看不見東西 都用耳朵在聽 後來花很多錢把眼睛治好 可是習慣就改不掉 有時候我覺得耳朵比眼睛還要重要 很多東西用耳朵聽比用眼睛看好 就好像一個人很不開心 可是裝得很開心 可是聲音就裝不了 只是一聽就知道了嘛 可以嗎 就像你的聲音啊 現在就很不開心啊 會不會太好了 有很多人 可以嗎 很可憐